彰化福星乡一家牧场内 乳牛们正在低头吃牧草 若是有胀奶现象的牛脂 工作人员就会引导他们 进入机器人自动炸乳机 就定位后就会开始进入挤乳程序 洛农表示 以一场280头乳牛来说 过去一天需要6小时的工作时间 同时需要5个人来进行 现在只要4台机器人 一个人就可搞定 镜头转到福星乡一处粘米厂 目前正值收割期 金农表示民众不出门外食 餐饮业绩腰斩 也影响米的销量 厂内添购新设备取代人力 希望能撑过这次疫情 有这套设备来的话 我们在免米的食下 效率上会提升非常的多 可能一个人来这边 要免个100包200包 会变成很快 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完成 不管是落农业还是传统农业 在农忙的时候 都需要大量人力 才能完成作业 疫情影响造成人力缺口 业者透过设备来弥补 希望能够精减人力 减少损失 顺利度过这次疫情 带来的经济损失 新唐雅台电视 叶祈宏 台湾彰化采访报道